婚禮歌手 Yes I do 大家好 我是明星婚庫公司 董事長黃子嬌 我是今天的特助 浩子 謝謝你們找我來 歡迎你回娘家 好開心 上次還到彰化去 然後浩子哥還牽你條條 來幫我們唱歌 真的超感謝你 是我的榮幸 不要這樣客氣 今天又要來唱歌 沒有 今天你還有主持 還有主持 那我們有準備了一位 算是天選之人 是新娘的偶像 你剛剛熟嗎 很熟 哪裡熟 她是我以前的同事 哪裡的同事 以前跟她一起主持跨年 是喔 這麼大的場子喔 對 沒印象 沒 我跟她主持過金鐘獎 沒印象 沒看過 那我今年跟她最熟了 我還把她男朋友照片 不小心公開 對 還公開道歉 對 好啦 謝謝她 大人不計 小人過 所以我們要 很誠懇地去拜訪她 然後讓她選一下歌單 肯定 好不好 OK Let's go 走 讓她們去 董事 炒 好不好 經紀人 不好意思 虎哥 不好意思 換我們開會 你幹嘛怕成這樣 不是你們剛出現的那個 很鬼祟是不是 對 鬼也祟祟的 我說兩個藝人要找你簽名 兩個路人找你簽名 怎麼好意思呢 要寫你的名字嗎 對...寫一下... 好 真的很感動 歡迎Selina 天后叫到 真的很感謝Selina 因為這個節目是要唱歌的 是 妳先跟我們大家就是 回顧一下 就是說這幾年 為什麼妳比較少唱歌 有些人可能沒有跟隨到 對 因為其實之前就是 在錄第二張個人專輯的時候 我就發現聲音出了一點狀況 而且都錄好了嗎 錄了一半以上了 對 所以那個時候 就覺得可能只是太疲憊 但後來休息一陣子 都也沒有改善 我沒有辦法再用 我自己想像這樣唱 然後他就唱到 就是對我來講 就很像我今天現在講話是很自然的 我不用去想說 我要用什麼音調 是會走音是不是 還是會... 對 你的音唱不到你要唱的音 你會認為你要唱到 但你唱不到 所以你的高音消失了 消失了 在社區算高音擔當 對 中高音 對 然後那時候當然就很挫敗 所以我就去看醫生 想說那應該是唱過度了這樣 結果也沒有 也不是長檢 也不是什麼磨損 都沒有耶 不知道 也去找了心理醫師 病理上也沒有原因 你就會覺得很無力 沒有答案 對 沒有答案那種感覺很痛苦 所以我就不聽歌 也不唱歌了 在那一兩年的時間 兩年不聽也不長 大概至少有一年是真的不聽也不唱 後來可能就是私下唱一唱 但是幾乎沒有在公開場合唱 雖然之後我有一些音樂的作品 可是對我來講是相對安全的 因為我在錄音室 那張EP嘛 對 我不會覺得壓力那麼大 然後我還是可以用我的聲音 去傳遞一些力量 然後可以去唱一些我喜歡的歌曲 可是現場演唱 其實我自己認為時間未到 時辰還沒到這樣 那嬌哥的這個邀約來的時候 其實我當然可以拒絕 你現在可以走一走 不行 不行 你現睡啊 你現睡啊 董事長 你現睡啊 因為他真的走 你冷靜 收回來 沒關係 那我們那一天 不是 婚禮那天我們唱對準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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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說 我當然也可以拒絕交歌 可是對我自己而言 我自己現在 很喜歡接受不同的挑戰 說真的 這對我來講 我當然知道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身心會承受很大的壓力 可是我又覺得有一點興奮 唉唷 自己會覺得有一點點蠢蠢欲動的心 也想要嘗試看看 藝人都有某種表現欲 對 因為我知道說 如果真的不行 我心裡有做好最壞打算 如果我真的在你們的場子上 婚禮上唱得太爛了 我就要求那就脖子一低就好了 也是吧 最壞打算 最壞打算就是這樣 那當我有這樣子的備案之後 我為什麼不勇敢去嘗試 而且最重要的 我對 就是也希望給即將要 就邁入人生下一階段的新人 有更多的祝福 所以我們的節目也算是 就是因緣際會的 給了他一個 就是重新挑戰自己的可能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原則 我想觀眾很難想像 唱歌不是那麼簡單嗎 拿著麥克兒可以唱 小巨蛋都在唱 可是對他來講 他有一個壓力在心裡 那個不是病 那就是一種狀態 其實也是一種心魔 變得飛航模式的這樣 我覺得最大的還是希望可以 送到那個祝福跟愛意 沒錯 讓這對新人可以感受 對 這是我們節目的榮幸 對 也是我的榮幸 那我們要選歌囉 好 報告一下 這個之前探訪的兩位新人 他們心中有一個歌單 待會兒讓Saina挑一首 好 你最有把握的 你都沒把握 好 來看一下 我盡量 好 好 小情歌 是蘇打綠的嗎 對 那我一定選小情歌啊 因為小情歌 人人都會唱啊 對 這倒是台下 這個台下 對我也可以請大家 我如果真的沒有 不夠有自信的時候 我就邀請大家一起來唱 有道理 有道理 好吧 那就這一項 對 我覺得小情歌啦 確定喔 沒有其他的備案的是 怎麼樣 這是新郎跟新年嗎 對啊 好可愛喔 然後長跑十年了 不容易 好 所以確定囉 小情歌啦 堅持不改嗎 堅持不改 不要OA少買賣嗎 不行啊 沒有其他的啦 不是 那妳剛剛打臉自己 妳說我要挑戰新的人生 妳就挑一首最不熟的 可樂戒指 漂亮 同意嗎 同意舉手 不是 二比一 OK 可樂戒指 不用那麼硬 妳不是要挑戰自己嗎 妳剛剛還這樣子 我挑戰自己是來這個節目 就已經是挑戰自己了 是 我來這個節目 可 就已經是 可 已經是一個挑戰了 可樂 我被控制了 我被控制了 妳這個男人 對 很訓耶 快點 可樂 可樂 好 OK 就這樣 就這樣 第一次以這個 疊先的方式 完成了選歌 這個是帶著一點怨念在裡頭的 其實這首歌我選的也是很冒險 因為清風的聲音 妳也知道也是偏高的 我可能回去得練一下 或者是調整一下Key 也是一種挑戰 我覺得把Key調整一下 調到一個我們大家都可以適合唱的 其實啦 應該不錯 妳唱什麼我們都開心啦 觀眾 全球粉絲一定都在等這一刻啦 好啦 我也自己也很期待 誠意滿滿 誠意滿滿 但我們還是會有一些任務啊 包括浩子哥 到時候也有一些事情要拜託妳 我先回去發想一下 我們就婚禮見了 好 好 謝謝Sina 謝謝 我的執行長呢 外務太多 今天又缺席了 不過呢 今天還是很需要跟大家先介紹一下 我所在的位置 以及帶有將來發生的事情 首先呢 這個是在泰山的一座科技大學 這裡呢 人文繪翠 而且呢 人才輩出 最主要這個學校 就是這對新人相識相戀十年的地方 當年從迎新開始 據說男生就已經盯上女主角啦 然後呢 他們那個時候好像還要住宿 還要唱校歌 我記得那個創辦人士 王永慶先生嘛 靜音之神 最後一句就是永慶送 所以待會呢 製作單位要把他們騙到這裡 重新溫習一下 這所學校的校歌 然後唱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就要出來露臉啦 請期待他們的愛情故事 Let's go 厲害 唱得非常好 兩位同學 真的是 aberrant 就是對母校的愛 真的讓人感動啊 都畢業那麼久了 怎麼還記得那麼熟 原來是有大字報 來 重新來一次 請問一下手腦病用 下一句是什麼 勤勞 勤勞補食 還可以 好 你要幹嘛 你剛在幹嘛 校訓 校訓 你不是也是 這一所學校的嗎 校訓 勤勞補食 OK 來 下一句 來 得智兼工 再來是什麼 五小失明和工中 你很厲害耶 唱一整年 那我現在接受你的委託 你淘汰 我先淘汰了 不行 好啦 今天來突襲你們 果然是在這個學校 認識的一對情侶 待會兒我們來好好 考驗一下你們的默契 還有你們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OK 好 歡迎兩位 來 我們坐下來聊一聊 好開心 今天充滿校園呢 非常的有意義 因為當年就是在大一對不對 對 大一 丞安你就看上嘉明了 算是 那那個時候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哪一個場面 大一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是迎新素營 結果就是第一次 就是在先前 就是錄 就是他們會先討論一些事情 然後第一次看到他就覺得 就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到我腦海裡 就說 這個女生 該不會是我老婆吧 老婆 這麼快 對 你才看到他一眼啊 對 你就有這麼 這麼怪怪的 這麼直接深入的想法 有點變態 他直接跳過女友耶 這個人是我的女友 這個人是我們的校花 你直接跳到老婆啊 可是最詭異的是 這件事情他竟然成真了耶 你為什麼要這麼 衝動讓他圓夢呢 他是後來才跟我講的 後來還跟你講 我也是被騙的 你是常常會就是有第六感 也沒有 就這一次第六感 唯一的一次 唯一的一次 然後就預言成功了 你看取得美人歸 而且十年的時間 你可不可以把這種能力 放在樂透號碼上面 我也希望 對不對 放在這裡有點可惜 也不能說可惜 好 那我們要準備開始 情人知識大賽 他們兩個人在過往裡面 有很多的交集 從一個許願開始 第六感開始 初戀到結婚 來 第一題 當年他們告白的場景 是一個看夜景的夜晚時刻 而那個時候呢 帥哥陳安拿了一個禮物 送給嘉明 是什麼 圍巾 對 什麼顏色的 你記得嗎 OK 起碼他圍巾有搭出來 是這樣的顏色 對 OK 我不知道啊 因為這個答案有一點好 我們先看一下女生的答案是 藍白 請公布 恭喜答對了 藍白相間的 對 藍白相間的 那個時候是為什麼要送她一條圍巾 因為朋友交的就是 要在一起的話 可以有送個定情物給她 你說告白的時候送個定情物 對 她是你第幾人 第一人 您是她的第幾人 第一人 人生真的是很奇怪耶 然後到現在耶 很感動耶 但是你以為愛情故事這麼順利嗎 我後來看你們資料發現說 哇 本節目有很多這樣的 愛情的過程 就是結婚 戀愛 錢 都有分手期 你們也有對不對 嗯 那時候分多久嗎 欸 不算分 算是有講到要不要分開看看 好 那我們來出題了 請問在交往第幾年的時候 決定要分開看看 再看看 還年輕 俗話說 騎驴著馬 不是 不是 就是人生還很長嘛 初戀就這樣在一起了嗎 這確實是一個選擇 好 在第幾年的時候 兩個人決定要暫時冷靜 來 請翻牌 好 正確 正確 好 誰提出來的 我 為什麼 七年之養 七年之養 對不對 然後呢 你怎麼處理這個 這麼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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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時候覺得古人真的很有智慧耶 到底是誰發明七年之養這件事 對不對 那你怎麼指養呢 那當時怎麼解決呢 沒有 當時 當時的狀況是就是 覺得說好像 好像要問一下自己 是不是確定這個人要走一輩子 等於是差不多大學也畢業了 對 進了社會幾年了 對 人生要做很多決定了 要不要上班 上這個班那個班 對 然後呢 然後當時就覺得自己的心還不確定 所以想要再確定一下 所以就條列了一些我覺得 我們彼此都可以改進的地方 給他 這麼嚴肅喔 幾條 大概幾條 三十條吧 沒有 真的假的 大概有哪些條例你還記得嗎 當時你所想要彼此一起檢討的 或是一起改進的 你還記得嗎 會希望說 可能要一起成長啦 一起規劃一些事情啦 對啊 年輕人不能只是玩玩而已 或是談談感情 沒有不務實嘛 還有嗎 比較不貼心 比如說 就例如說 可能我會想要吃 什麼樣的東西 但他就會想要選他想吃的東西 這真的太不貼心了 當然是以女生的為優先啦 對不對 你太有主見是不是 對 真的 然後呢 然後他很愛用手機 這個不行 就是吃飯的時候有說 他會一直用手機 這個不行 幹嘛 他在打遊戲是不是 對 他很愛打遊戲 你看 非常愛 但他打得很厲害 是喔 對 你現在到底是要誇他 還是要 你現在我聽不懂 你是要檢討他還是要誇他 我現在有點精神分裂 他一直打手機 但他很厲害 那我現在是要 我現在是要怎麼辦 好啦 不過檢討的過程裡面 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比如說是要分開多久 要冷靜多久 就是 再給彼此一年時間 一年 對 所以不是真的分開嗎 對 不是 喔 只是說 在前進的路上 修正 滾動式的 調整 調整 是不是 你那時候心情你還記得嗎 我記得我那時候 其實滿傷心的 但是我有跟他說 就是我不會管這些條例 也不會管這個時間 對 那我會 陸續把這些東西變好 OK 對 這樣子 OK 誠心誠意的 改進 這樣子 好 很棒 你就是鎖定他了嘛 對啊 對不對 我就是要娶他 你都已經許願了嘛 對不對 沒有那麼懶惰的人 你不去交點別的 你就決定就是他了 對 好 下一題準備了 目前為止都還不錯 兩個答案都是一百分 請問 新郎在你們交流的過程裡面 送的第一束花 是在幾年之後送的 哇 這個有點過分耶 幾年之後才送了第一束花 好 來 請作答 天啊 佳銘 哎唷 承安你真的 哎唷 佳銘你怎麼會 你真的太好管了 好心虛喔 有沒有 有沒有答案 有喔 有 有 好 欸 王蕩 請揭曉 好 男生 承安寫十年 佳銘寫兩年 完了 完了 這是不是別的男生送的 因為你剛剛是說花 對 他其實有送我一個盆栽 可以啊 盆栽也算花 但是是沒有 是花包 還沒長的 還沒長的 送盆栽 對 我沒有聽說過追女生約會的時候 送盆栽 你周星馳啊 不是 那個 以前電影才有演這種情節 送 拿個盆栽 為什麼 你有問他嗎 有 問他 他說要這樣子 就是讓感情慢慢養成一個盆栽 其實不錯耶 很務實耶 然後呢 被我養死了 一個禮拜後 還不如送鮮花 還不如送鮮花 好 那他答案算對了兩年 那為什麼有個十年呢 這是什麼時候 什麼場景 什麼畫面 那個時候是我們 然後在那天求婚 OK 對 然後我們求婚那天送花 你們很喜歡爬山是不是 對 喜歡爬山 去做了什麼事情 那個時候就去徒步環島 徒步環島 對 走入環島 走了四十八天 你們兩個走四十八天 一個團隊這樣 沒有 就我們兩個 求婚的時候妳還記得嗎 有下跪嗎 有很浪漫嗎 有 很浪漫 但是有一點驚嚇 因為人太 人超多 旁邊是誰 就是我們的朋友 哇 其實也滿好的 這個就是一輩子很重要的一天 親友一起分享這個喜悅 而且又剛好在徒步那一天 徒步的其中一天 就覺得很特別 好的 這應該是史上最有趣的一個求婚的場面 在他們徒步四十八天當中的某一天 突然間 男主角安排了驚喜 然後買了他人生第一束花 好 OK 聽起來這對家 我覺得可以長長久久的 可是呢 事情真的就這麼單純嗎 馬上我們要進行一個毀滅式的單元 來請上耳機 真心話 大冒險 請戴上去 我們要問一下佳明啊 結婚就是要走一輩子了 不是兒戲了 對不對 你最希望他改進的是什麼 最大的缺點 我們剛剛講的一些 還在改進喔 有沒有 比如說打呼啊 或者是什麼 不愛乾淨啊 不洗衣服啊 你希望他一定要改進的 有沒有什麼你真的受不了 都沒有沒有關係啊 你就是說他就是完美耶 完美 非他不嫁 我是覺得沒有了 感動耶 對啊 都改好了是吧 應該說我現在 我覺得我自己有改 我自己現在都是 我覺得我都是看他很好的地方 就是開始欣賞一些 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可能跟我的差異性 對 當時可能會覺得這個差異 是很不好的 現在都可以看到好的一面 對 現在會覺得這個差異很棒 好成熟的姑娘 不到三十歲 很好 好 那我們要聽他怎麼講 你覺得你有沒有什麼缺點 他是剛剛會告訴我們 然後希望你在婚後 要走一輩子了對不對 對 一定要改的 你覺得他會說什麼 他應該會希望我貼心一點吧 還是貼心喔 對啊 你現在還不貼心喔 應該有啦 你現在給我去買紅豆湯 沒問題 要自己玩 我看看 一 二 三 四 我都要吃喔 真的嗎 你還不貼心啊 七年那個時候都檢討過了 有有有 還不夠是吧 對 那我告訴你 他剛剛講了什麼好不好 他說你 沒有缺點 怎麼可能 他把他連他都不相信 觀眾你信嗎 你再給我演啊 沒有缺點 好 換你戴耳機 辛苦你了 辛苦你 這也就拍處理 對不對 對 個性很硬喔 什麼星座的 摩羯 摩羯 讚 周杰倫 很多摩羯 請告訴我 你婚後 最希望家民改進的是什麼 有沒有 我想一下 就是他 這也是他的優點 就是他很擅長規劃 那為什麼是缺點 就是我很喜歡那種 忽悠無慮的感覺 你喜歡走到哪 玩到哪 對 但他是太愛規劃了 他很愛規劃 但這也不是缺點 就是他規劃之後會 一定就要按表操課嗎 一開始的時候真的也有戲流 就是幾點到幾點 人家去做什麼 真的假的 一開始有 我也幹過這種事耶 然後呢 然後後面可能就是 我有影響到他吧 對 然後開始體驗這種 就是比較無憂無慮的感覺 好 我們看他知不知道這個問題 我想到一個了 好 自首無罪 來 不久都還沒問了 來 舉手 什麼事情 你覺得 承安非常需要你改變 就是 規劃事情方面 正確 對 你自己有自知之明對不對 你為什麼會那麼喜歡規劃呢 你要不要先解釋一下 就是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說 就是 如果先規劃的話 就先做好一些準備這樣 然後遇到一些變動的話 我會告訴自己說 因為我已經做過努力了 所以就不要那麼在意那些變動的事情 也不會太失落了 對 也不用太緊張了 對不對 準備也有了 心理準備也有了 非常好啊 其實蠻好的 但他說你連那種時間幾點幾分 都會寫那種 我現在不會了啦 我跟他在一起之後就不會了 其實按部就班蠻好的 因為時間有限嘛 你說你出去玩 你要是不把握 咻一下就過去了 對不對 好 OK 你們真是非常天造地設的一隊 好 那終於我們通過考驗了 可以來進行選歌的動作 好 請問這些歌 是不是都是你們的最愛啊 也沒有最想要聽到的歌 在我們節目到時候派 在婚禮歌手出場的那個moment 我這裡有歌手心願 我們已經找了一位歌手 他也看過了 他也挑完了 他最有把握的是這一首 如果對到了 我就下班了 如果沒對到 我就要call out給他 我就很痛苦了 我要去勸他 配合你們 所以你們可以告訴我 最想聽到的是哪一首 可以選兩首嗎 可以啊 這樣機率比較高 對 對 好 來 答案是什麼 可樂戒指跟那個 Always on my my 可樂戒指跟Always on my my 2003年SHE 誰的愛哥 這是我選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 我們兩個都很喜歡SHE 最喜歡哪一支 最喜歡哪一支 都很喜歡 我不相信 來 寫白板 寫對方的嗎 寫你自己喜歡 這是默契的考驗 但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 來 請攀牌 一個S 一個V比 call out一下 Ella 挑撥是非 我最會的 Ella 我跟妳講 好啦 開玩笑的 剛剛已經講三個都喜歡 對 但還是有自己的最愛 好 這首歌應該是第一次 出現在我們節目裡面 非常有意思 也是很純粹 然後 感覺就跟我們一樣 很平凡 但又不平凡的感覺 真會說話 那我們要揭曉囉 好緊張 好 本集 目前他們兩個都還不知道是誰 但觀眾已經知道是誰的 這位歌手 他選的歌 有沒有對上呢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這樣子好不好 因為 我想下班 我要回去 照顧我的Family 我還要call out給他 勸他 我還不如勸你們兩個比較快 願不可以改 可不可以改 對 可以改 對 可以改嗎 我說你改 不是 你還問我 我現在是在勸你們兩個 改這一首 不是勸他改這兩首 完了 這個不是很好 你比較好說話 把那個戒指 改成這個 可以 不行 要聽老婆的 你要聽老婆的 對 好 那我只要轉過來 好 不然我們猜拳好了 沒關係好 猜拳 沒關係猜拳 猜拳 對來 一把決勝負 勾人走 勾人打 我如果贏了 你就聽我的 我們就改成唱小青龍歌 如果你贏了 我就去說服他嘛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來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我們是來真的喔 完全不作假 你看我們製作單位 多開心啊 受功 Oh my God 好 不好意思喔 那拜託了 我們就願賭服輸 因為都是你們喜歡的歌嘛 好 不要生氣喔 沒事沒事 不要退我們通告喔 我已經少了一個Lulu了 好啦 那我們就婚禮見了 也真的謝謝你的幫忙 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也希望 小青哥也很棒 對 對 小青哥是不是你最愛的歌 是 好 婚禮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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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是不是 真的会睡着 因为这车子好舒服 就是坐的那个空间很舒适 然后后座很宽敞 是不是要到啦 完了完了 没得睡了 踢成 欢迎董事长 恭喜老爷贺喜不然 浩子哥 谢谢 谢谢 玉米丰收 玉米丰收 我已经很多玉米的家里 人生園 没有 祝你玉米一根接一根 五指再一根 五指 这是一趟家的 可以吃 要当早餐 这之后当我准备的 谢谢 这我自己买 你这么客气 不要这样 你来帮忙就很不错了 谢谢 我今天好幸运 没有 要跟你多请教 因为你看你有两个孩子 对 真的很困 我说这一个月不得了 你黑暗 今天你来我很放心 因为浩子哥是我们的特助 他主持经验很丰富 没有 谢谢大家 你可以安心去睡一下 不行 我们要彩排了 假如不行 这很好睡 我知道 我知道 这车很好睡 那我再睡一下 但是我们要工作了 好不好 董事长 这边请 彩排是不是 可以闭着眼睛彩排 不可以 现在就是彩排现场 正牌的婚礼歌手已经到了 那我们现在故意 把那个扩音关掉 所以之后他现在一边唱 他自己听得到 对 那新人在哪里 新人他在后面那个教堂 这么近喔 对 他们拍完照了 然后要回休息室了 我们待会要准备喔 宝贝 我们今天五点又起床化妆了 坐在这么舒适的车 会不会累到睡着 其实真的有点舒适到香睡 还是以后等我们有宝宝的时候 我们就换这么大台的车啊 好啊 那有什么问题 你说的喔 现在有录影存证喔 而且我觉得这台车舒适 宽敞 又没有引擎的噪音 真的是太棒了 那这台车列入我们的冤枉清单 那我想要问你们就是 你们之前不是有看过我们的节目吗 那你们有就是 知道歌手有可能会藏在你们的身边吗 有 该不会是 之前有司机大根喔 之前有司机大根 之前有司机大根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唱出人们心肠的曲折 好好听喔 真的喔 我们怎么可能要滚再玩两次呢 好啦好啦好啦 好 谢谢啊 大根 那我们就带我们回去吧 讲出来了 欢迎回来 舒服吗 舒服 非常舒服 刚刚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在里面 有 有个唱歌很好听的人 他是谁 司机大根 对 他就是司机大根 对 他就是司机大根 我们怎么可能会有 这么容易猜的梗呢 好 现在还有一个另外重要任务 就是要先去彩排 先不要找嘉宾了 好 我们把婚礼弄得顺顺利利 比较重要 OK Let's go 咦 我们这个浩子哥呢 不过话说 我们上一季 浩子哥来当婚礼歌手的时候 他那个光头实在是太明显了 随便一个动作就立刻穿帮 因此今天呢 应该要让他换个造型 比如说 让他长头发之类的 不知道准备好了没有 阿郎呢 浩子哥 你好 有看到浩子哥吗 不好意思 我是你今天的特殊 噗细菌 噗 噗细菌 噗 噗细菌 噗细菌 怎么样 我的妈 怎么样 你有看过你自己这种样子吗 其实我今天没有变妆 我只是把自己弄回我刚出道的样子 很OK 很OK嘛 有帅 有帅的感觉 你把它留回来啦 對啊 真的吗 我会认真 噗细菌嘛 是不是 对 现在那么多细菌 我杀你的新鱼 你把它留回来嘛 OK 可是明星的光环 巨星的光环真的藏不住 这样 OK 藏住了 就这么简单啦 我只是为了捧你一下 没有啦 我跟你讲 我是这样认为啦 你还是蛮好认 因为毕竟你这么红 郭铭主持 所以变成说 就算真的被认出来 你就打死不了 也只能这样 对 我们要开始深入第一名 要彩排了 那我就是深冬即西嘛 我就陪他们彩排 练习交手 甚至我来假装对个Key 你就混在人群当中 那我做什么 发桌牌 发桌牌 那个不是有什么朋友 同学 家长 什么老师 那个桌子的牌子 好 混在他们之中 好了 我们现在任务要开始 今天真的很刺激 当然一切都是为了 Cover 我们的Superstar Selina 实在有够麻烦 Let's go Go 口罩 好